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2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二十大闭幕 习近平不但打破了规矩实现了三连任 中共官场所谓的七上八下规矩也被打破 除了现年72岁的栗战书和68岁韩正 同为67岁的年轻人李克强和汪洋也出局了 但是现年72岁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却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中 外界猜测张又霞将破例连任军委副主席 有分析指出 中共军方内部同样存在挺习派和反习派 习近平对军队始终放心不下 这时候留下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张又霞 就是想确保二十大后不要栽在军队手里 综合报道 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205名中央委员名单 在中共军方高层方面 除了军委主席习近平外 72岁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66岁的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以及64岁的军机委书记张生明也获得连任 此次确定卸下军委委员的是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席亮 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 以及国防部长魏凤和 值得注意的是 第十九届中委名单中 军队及武警部队有41人 二十大只留下11人 近有30人被换掉 这也说明习近平对军队的疑虑心非常重 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官场规则 72岁的张又霞此前普遍被认为应该退休 但最终却出人意料地留任 曾参加过中越战争的张又霞 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密切盟友 二人都来自陕西 又都是中共太子党 在中共建政前 张又霞的父亲张宗逊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曾在陕甘林野战结团军搭档过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仪式上重申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还重申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但军队中的许多将领 并不愿意通过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二十大召开前 军方从9月21日军改会上释放反常信号器 就连续释出多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尤其在10月7日 中共军网和国防部网站还发表题为 坚实推进制军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文章 明确提出制军不要人质 暗示否定协的军委主席负责制 上述军方释放的反常信号 透露出即时掌权十年 习近平依然无法掌控军队 这次习近平霸王一上攻实现连任 对军队还是放心不下 不得不留下张又霞以防万一 69岁的中共外交部长王一本来已到了退休年龄 但仍然在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名单上 中共駐美大使秦刚已出现在名单上 分析人士表示 这显示王一将接替杨洁篪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 成为中共外交系统第一号人物 此外 秦刚或将破格晋升为中共外交部长 中共二十大外事系统出现大调整 72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已不在列 现任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一虽然已经69岁 但仍在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中 另外 中共駐美大使秦刚 中央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也出现在中央委员名单中 有分析指出 王一将接班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秦刚则可能会执掌外交部 有分析指出 王毅从政数十载 善于逢营长官 善于扮演不同的面孔 让每一任老板都满意 习近平上台后 王毅对其不断吹捧 并投其所好变身战狼 此外 现任北京中央大使秦刚 也在新出炉的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中 外界视此为爆冷门 由预测指他渴望接掌中共外交部 现年56岁的秦刚在中共外交系统任职三十多年 去年7月接下驻美大使一职 外界媒体也将秦刚归入外交强硬派 指其受到习近平信任 有关下任中共外交部部长的人选 之前还有传闻可能是已任中联部部长的刘建超 曾在外交部任职的国安委办副主任刘海星和国台办主任刘捷一 但上述三人中刘捷一并未在二十届中委名单中 中共二十大二十二日在北京闭幕 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中共党章修正案等 新党章加入了敢于斗争及增强斗争本领和强调传承红色基因 分析指出新党章透露出最新方向 中共过去四十年的建设哲学从此被斗争哲学所取代 自由亚洲报道 在二十大闭幕会上 工作人员朗读党章修改案表示 大会同意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内容写入党章 充实这些内容对传承红色基因 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位不愿居民的著名媒体人指出 从党章内容看 这是一份倒退数十年的党章 也是倒退的一次党代会 整个大会都强调了习近平政治报告中所强调的斗争精神 完全恢复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实际上 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当局从打苍蝇到打老虎 其实就是斗争 反腐败完全就是清除政治意义 这十年的准备就是要恢复到终身制 所以 无论政治 军事 还是外交 包括文化 教育方面都是一个大的倒退 以阶级斗争为纲 报道援引独立学者温志刚的分析指出 中共新党章的基本精神已经确定 将斗争哲学取代过去数十年的建设哲学 这种包含斗争的党章是未来五年 甚至更长时间中共的总路线 新的纲领 在这个斗争纲领之下 才有李克强 汪洋等邓小平发展路线的继承者 被全部清洗 而在新党章的指导下 未来五到十年 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将更加难以预测 尤其是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 学者赵先生认为 最近十年 中共党章内容经历了两次修改 如今增加两个确立或者更多 已无实际意义 从二十大中央委员人选以及李克强 汪洋等改革派的全退 可见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非常稳固 未来的中国将依中共新党章中的斗争纲领 推行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的清俄当局 10月22日下令首辅赫尔松市的所有军民立即撤离 并越过蒂涅薄河组案 据悉 乌克兰反攻部队正在向当地挺进 法广报道 赫尔松地区的清俄当局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发文 以局势紧张和抛击的危险增加为由 呼吁赫尔松市所有平民立即离开该市 尽管数日来已有数千名平民穿越地涅薄河离开 但清俄当局22日发出的警告 标志着一个紧急事态的发展 居民们被建议使用船只过境 撤向俄方控制的其他区域 赫尔松地区上个月刚刚被俄罗斯举行所谓公投吞并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此外 乌克兰总统府官员22日表示 俄罗斯军队对全国能源设施发动攻击后 乌国共有超过100万个家庭无定可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前表示 自10月10日以来 俄军在一周内摧毁乌克兰约三成的发电站 导致全国大范围停电 俄方在东西来临前猛攻能源设施 意味未来已没有任何与普京政权谈判的空间 北京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全球其他地区的芯片产业 但正遭到美国一系列限制 阻止其获得在芯片产业链中建立主导地位所需的大部分资源 有分析指出芯片制造涉及庞大复杂的产业供应链 也正因为生产力如此精密复杂 所以美国对华出口禁令将成为摧毁中国芯片产业的致命武器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 芯片是人类发明的最复杂的工具之一 也是制造成本最高的产品之一 在全球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中 微芯片不仅是技术的胜利 也是全球贸易与合作的胜利 举例来说 典型的芯片可能是由总部位于英国的日资公司ARM蓝图设计 由加州和以色列的工程师团队使用来自美国的软件设计 当设计完成后 会被送到台湾的一家工厂 该工厂再从日本购买超纯规芯片和特殊气体制造 并使用全球最精确的曝光机器雕刻在规上 这些机器可以时刻、沉积和测量解原子后的材料层 所以芯片主要制造至少需要由五家公司生产 即一家荷兰公司、一家日公司和三家加州公司 没有这些公司 先进的芯片基本上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 然后通常在亚洲国家对芯片进行封装和测试 然后再将其运往中国组装成手机或电脑等科技产品 因此抛开技术部说 正与世界脱钩的中国想单独完成上述流程 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如美国国防部前人工智慧战略主任格雷格里·艾伦所说 美国这些制裁措施绝对是一个历史里程碑 拜登政府开启了扼杀中国科技业大部分领域的新政策 将摧毁中国芯片业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